五颜六色的儿童画笔 却被质疑重金属超标 还能让孩子放心使用吗 山东省开展专项调查 居然在画笔中检测出了这些东西 有些劣质的产品中 它含有的这个重金属的总类 远远超过了八种 而且它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国标的规定 求真记者来到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孩子们正在上美术课 桌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画笔 在孩子们埋头创作的精细 我们还拍到了这样的镜头 我觉得很好看我都不舍得洗掉 我就不自觉地就在这儿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感觉游完很舒服 甜甜的真香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好香啊 这些小动作可不是偶然的 平时当中也进行过一些纠正 但是孩子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做这些 下课之后 求真记者收集了孩子们使用的这些画笔 有细细的水彩笔 有彩切 旋彩棒 还有荧光棒 蜡笔 还有普通的水彩笔 真的是多种多样 那么这些五颜六色看上去非常漂亮的彩笔 它们到底有没有有毒物质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专业人士为大家检测一下 经过分析排查 检测人员在求真记者送简的画笔中 均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重金属元素 有几组数据格外刺眼 某几款彩色铅笔中 发现含量约为4500到5400毫克每千克的重金属倍 某几款水彩笔中 发现了含量约为550至700毫克每千克的重金属深 在某几款蜡笔中 发现了含量约为350至500毫克每千克的重金属铅 画笔中存在的这些重金属元素正常吗 儿童彩笔呢 它为了体现它丰富的颜色 需要添加重金属颜像 呈现黄色的葛颜 呈现珠红色的拱颜 呈现搭红色的千颜 黑色的呢 就是这个氧化碳和碳黑 那么对这些添加量呢 国家进行了严格的标准 那么其中有8种可以添加到这个画笔中 而且有最低的含量的要求 根据相关标准 画笔中允许添加的8种可迁移元素 具体限量为 1.不超过60毫克每千克 深.不超过25毫克每千克 B.不超过1000毫克每千克 格.不超过75毫克每千克 格.不超过60毫克每千克 千.不超过90毫克每千克 拱.不超过60毫克每千克 西.不超过500毫克每千克 对照这个标准 求证记者送简的画笔中 有几款的重金属含量超标高达几十倍 咱们山东省也进行了这方面的课题 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个画笔中的重金属含量 以及种类进行了检测 结果检测的结果是令人担忧的 比方说有些劣质的产品中 它含有的这个重金属的种类 远远超过了8种 而且它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国标的规定 长期使用重金属超标的画笔 对孩子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会出现重金属中毒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孩子有头疼啊 肚子疼啊 或者是这个白细胞下降啊 或者是贫血啊 如果孩子的签摄入过高的时候呢 肯定会影响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 有研究表明 如果是血签每上升100微克每升的时候 他的智商会下降8分 还有研究认为呢 血签超标的孩子呢 他的身高会明显的低于那些正常血签的孩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 除了重金属超标 求证记者送检的几款画笔中 还检测到了低毒物质乙二醇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彩色画笔中呢 它要加入两种物质 一个是乙醇和乙二醇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两种溶剂 那么就是让这个画笔呢 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干 让它使用时间长 那么乙醇呢 我们知道它是无毒的 但是乙二醇呢 它对动物是有毒的 致死剂量呢 大概是每公斤1.6克 那就意味着成人 如果是他吸附了30毫升的话 就可以致死的 那孩子如果长期使用这个乙二醇 超标的这样的画笔的话 那么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 通过检测和专家分析 我们知道部分儿童画笔中 确实存在有重金属 挥发性溶剂超标等问题 而据不完全统计 国内每月举办专业绘画赛事500多场 孩子对画笔的需求很大 寻找安全画笔成了家长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络商家 鼓吹无毒画笔 自称选用食品级材料 孩子都可以吃 无毒画笔真有这么安全吗 求真记者在网上进行了搜索 宣称安全无毒的绘画工具 还真是有不少 有的商家甚至宣称 自己的画笔可以实用 那么这些所谓的无毒画笔 安全等级真有那么高吗 求真记者随机购买了几款无毒画笔 现在呢信心手里拿的这几样画笔呢 看起来跟普通的画笔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呢它们在包装上有明显的标注 比如说这一个就写着安全无毒 这一盒呢写着无千毒 这一盒呢下面写着安全无毒 那么这些所谓的无毒的彩笔 它们真的无毒吗 接下来我们继续检测 令人遗憾的是 求真记者送检的话笔中 只有一款没有检测出重金属成分 剩下两款中 一款含有重金属未超标 而另一款中 重金属和化合物成分和普通画笔差异不大 如果是要做到完全无毒的话 那么它是要使用无毒的溶剂 那么所有的材质都是完全无毒 比方说它可以实用的材质 可是大家想一下 用完全无毒这样的材质呢 必然使企业生产的这个画笔的成本 会大大的提高 那么价格呢就会非常的高 那么家长花很少的钱买不到的这个样子 看来家长们不出点大价钱 很难买到完全无毒的画笔 可孩子们天天用这么多画笔 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购买这个儿童彩笔的时候呢 一定要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这样的儿童彩笔 那么怎么叫符合国家标准呢 就是合格产品它后面都会有个标注 就执行标准 比方这里是GB就是国标 那么这种它符合国标生产出来的产品 孩子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 购买儿童画笔除了选择正规厂家 股毛和口婆 不禁止 我们来 prize购买国家的老百姓 现在要购买国家标准的 购买国家标准后 稳定会发芽笔 可产 或是写联络会 只要购买国家标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博纸只能用来做美食吗 大错特错 它这些意想不到的小妙用 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为什么家里的WiFi信号实强实弱 就像一个闹了脾气的小孩子 情绪是极为不稳定 欣欣告诉大家 那是因为你家的WiFi信号没有被收集起来 可能很多网友就问了 这WiFi信号又抓不着 可怎么样去收集呢 不要着急 欣欣就来告诉大家 其实呢 收集WiFi信号很简单 只需要一种常用的东西 是什么呢 当当 就是它 没错 生活当中常用的西博纸 是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用途了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香蕉洗干净 然后用纸巾把多余的水分吸走 接下来呀 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锡箔纸包在香蕉的底部就可以了 香蕉腐坏主要是由于撕裂的窗口界面被空气中的氧气侵蚀 从而引起黑化 包裹上锡纸能够有效的隔绝窗面跟空气中的氧气接触 减少香蕉中以锡的释放 从而达到保鲜的效果 这种包裹可以延长香蕉三到五天左右的保鲜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而会变得锋利呢 这是因为锡纸在被剪刀裁剪的过程中 发挥了类似磨刀石的作用 磨掉了剪刀上的锈迹 所以才会让我们的剪刀锋利如初 其实啊 锡箔纸还有很多其他不为人知的小妙用 比如说锡箔纸可以去除铁锈 我们只需要把锡箔纸包在生锈的部分来回的摩擦 铁锈就很容易被去掉了 另一个小妙用呢 就是它可以用来去糊锅底的那些污垢 家里的锅如果不小心糊了 黑黑的污垢是很难清理的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锡箔纸团成一个团 来回的摩擦就可以了 保证比钢丝球还有好用